台湾在今天有议员 呼吁中央要跟地方合作 赶快来就一下什么 观光业 另外在国际上面 包含辽国现在也说要拯救观光业 所以放宽了边境的限制 所以今天下午四点钟的时间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旅游达人小巷 那他其实从去年底到上个月的时候 去了包含加拿大 墨西哥 还一个人到美国去 45天的公路之旅 这四个月 我们就先请小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小巷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巷 好 我们直接了当先问一个问题 很多个国家 他们现在民众已经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那你在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地方 你有什么观察 因为其实我觉得美国 他们这边算是欧美国家 他们好像都没有在担心 疫情这件事情了 对他们来讲 现在是完全都脱口罩 是 然后他们觉得生活可以正常了 对 了解 那除了脱口罩之外 他们有没有说 比方到一些观光的景点去 那人很多的情况下 哇 看到人很多 我赶快把口罩戴上 有没有这种情形 完全没有 任何的夜店 我有去迪士尼 但是因为迪士尼 迪士尼邮轮 但他们还是会先要求要打 要车PCR OK 对 那我们去一些 像比如说金玉岛之类的 他们也还是有可能会 贴个警语说要戴口罩 但基本上是没有人在管的 所以现在比较像是柔性的劝导 那如果像是PCR的话 比方说像你刚去的这些 景点的部分 说要PCR是 我要先做好然后到现场去 给这个可能管制人员看 还是我到现场去做PCR 比如说加拿大好了 那时候我飞过去的时候 是我们台湾要评的PCR报告 到加拿大 加拿大比较严格一点 温哥华 那我一到美国 那美国呢 其实没有到那么严格 但你一定是要拿PCR 或者是RAP 就是他们的 他要得到你的阴性报告 你才能进去 而且是24小时内 那墨西哥呢是完全不用任何的报告 你可以直接进到墨西哥境内了 OK所以你刚刚说的 你刚刚说的其实是他边境管制的部分嘛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比方说一些大的观光景点 那大的观光景点 会不会有人特别管制呢 还是 完全没有耶 完全让民众放风吗 应该说应该说看州区 像我那时候去New Orleans 二月底的时候去New Orleans的时候 他们是你进到餐厅里面 你还是要拿疫苗卡 是 要给他们看 你要打疫苗 但他们不会说叫你要拿出PCR报告 那我说我去的迪士尼邮轮 是你到现场 现场直接坐 15分钟之后 直接出现 就是你是阴性还是阳性 然后你是阴性才能上传 那如果是阳性的话 就就地直接送医院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 拜拜 他们没有要你隔离的 他们就是 你得了他们也不会管你 我真的没有在管 是 那其实相比之下 台湾现在目前的状况 就是假设说如果你真的 你光快晒阳性 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所以就这个层面而言 你到很多地方去旅游 包含你刚刚也提到 我们刚刚也提到 你到美国公路旅游 大概45天的时间 你自己如果看到很多人的地方 你自己会不会稍微 我还是跟大家保持距离好了 或者是口罩戴起来 你自己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完全不会 所以你现在的想法已经跟他们一样 都没关系了就对了 因为我之前有 前面有类似确诊过了啦 虽然我是没有 没有测出明显的 就是有阳性 但是因为那个状态是非常的 就是感觉 就是根本就得啦 所以在那之后 我就是都穿梭自如 但我不能保证 也不能保证会不会得第二次 但说真的 我后来去的很多地方 比如说巴 或是去监狱岛 那种人比较多 或是有去一些festival 他们像我还有去 Mardi Gras 就是纽奥良的 他们那个鸟良加年华 我也都没有在戴口罩 是 那我可以冒昧请教一下 你现在打几剂疫苗吗 我打三剂了 你打了三剂了 OK了解 那如果跟过去比 比方说像你刚刚到 那个New Orleans的一些 观光景点 还有包含festival去 那你有发现跟往昔比 人有比较多会比较少 你自己在人数上面 这个方面有观察吗 一样多 一样都还是很多是不是 一样多 而且基本上 现在欧洲国家 都已经疯狂在飞来飞去 美国也都在飞欧洲了 他们都飞来飞去 因为我之前去年 有去读渔人学校 然后我知道今年的暑假档期 全部被欧洲人占满了 台湾的都飞不过去 读渔人学校 因为全部欧洲人 全部都已经报名截止 他们都已经飞过来 疯狂要读英文 所以他们都没有在怕 了解了解 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 大概接下来 有没有再到哪个地方去玩 你自己会觉得比较危险 我是已经有计划了啦 就是我暑假要去非洲啦 了解 好好好 届时呢 祝你旅途顺利 然后千万不要染疫 好 非常谢谢小巷 今天加入我们下午4点钟的 这个单元 非常谢谢小巷